所以现在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第二正好跟上了加拿大原住民的和解运动 我们之前报道过 加拿大当局在2008年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 调查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案件 在2015年发布报告表示 这100多年来的寄宿学校制度 形容对原住民的文化灭绝 更别提项类的各种虐待谋杀案件 去年BC省还挖出多个乱葬缸 不但加拿大政府为此道过歉 教宗方济各也在今年7月出访加拿大 为当时教会的暴行道歉 这些黑历史让加拿大政府做出许多 针对原住民的优惠政策 比方说政府有闲置的地要卖 又正好是原住民祖传地的话 优先让原住民团体认购 这就是为什么MST可以在温哥华狂买地 而且这些地都是精华地段 比方说哥伦比亚大学附近 英吉利湾的海景地牌等等 买了地之后当然就